1983年 雇原南郊发掘的这座北周墓葬 是一座合葬墓 其中出土了具有典型异域文化的 还手铁道 秃钉装饰玻璃碗 流金银湖 然而这些波斯文物 为什么会出现在中国西部的一座古墓中呢 这个神秘墓主人又会是谁呢 就在考古工作人员对此感到疑惑不解时 几块隐藏在众多陪葬品中的石砖 引起了考古队员的注意 这座墓室为土敦墓 整个墓室由夯土搭建而成 并且在以往的墓葬发掘中 从没有出现过用石砖做陪葬品的情况 当时由于墓室昏暗 考古工作人员摸索这些石砖时发现 上面有很明显的凿刻痕迹 这些痕迹又是什么呢 最终考古人员决定 把这些石砖带回营地仔细研究 另外在这个发掘这个过程中间 第二天经过把墓室发掘以后 就发现了这个墓室 这个墓室也是整国 据周书北史记载 李贤曾历经北魏西魏北周 被称为三朝元老 相传周五帝年幼时 曾在李贤家寄养过一段时间 六岁时返回宫中 由于这种特殊关系 周五帝特别器重李贤 墓室啊 这个李贤因为这个人很有影响 这个周术啊 这个随术都有李贤方面的记载 墓室人的身份已经确认 然而他旁边的那具棺材 又是谁的呢 并且考古工作人员发掘的时候 发现这具棺材上 有被移动过的痕迹 但里面的尸骨却保存蛮好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1983年 在雇员南郊发掘的这座 北周李贤夫妇合葬墓 无论是从墓的形制和规模 还是墓葬内出土的文物 无不显示着墓主人的生前地位 然而他们生前 为什么要将自己的墓葬 选择在这里呢 南园上那些未被发掘的 几十个风土堆 会不会与李贤墓有着相同的情况呢 他们和雇员古城 又会有着怎样的联系呢 在考古工作人员 清理完李贤夫妇合葬墓后 便对周边的十几座墓葬 展开了常规性发掘 很快就有了收获 其格外引人关注的就是 六座充满异域风格的墓葬 根据后来的发掘资料显示 证明这六座墓葬是一处家族墓葬 有些专家中出土的壁画和文物中分析 他们认为这些墓葬奇俗不是属于中原地区 1982年在那个镇南园上发掘了一座墓是 也是就是墓基基在是唐代的 叫名字叫石刀刀 石刀刀 这个从来到这个墓里主要出现了一些 配藏我比较特殊 比如说这个警服面具 还有一些小的警员器 当时去靠这些都是外来的一些东西 西方的一些东西 这个从这五座发掘了以后 就引起这个靠五座充满面这种事 所谓的朝五九庆 指的就是生活在现如今的 乌兹比克斯坦地区的苏特人 然而怎么会出现在中国的西北部呢 他们是因为什么来到此地 并且死后还会埋葬在这里呢 这个是发现一个故园的 一个史性家族的一个墓葬群 这个史性家族呢 是源自于我们这个中亚地区的苏特人 苏特人呢 他是史称朝五九姓 最早生活在麒莲山下的朝五城 后来呢 因匈奴所迫 被迫迁地席到了现在的这个乌兹别克斯坦地区 那么由于在北周治隋唐时期 苏特人非常的善于经商 他们经常能往来与中国与中亚地区之间 为两地的经济交流 也做出了非常重要的顾务贡献 那么当时就有一部分的这个朝五九姓的人呢 他们就留在了顾园 定居在了顾园 中亚地人称之为白马山 根据古人的丧葬习俗 由于百大园三面环山 因此被认为是一处风水宝地 原来那个地方 那个地理位置也是比较特殊吧 风水宝地 风水宝地啊 那像我古代人 买人啊 这些也是非常将决的 那像那个地方也是可能都是 从汉代就开始买人 北中墓葬 咱们在那个园上发现了两个散脱 北大园这个是 斯特荣这些墓葬里面 后多墓子都提到 把这个那个 可能倒是那个 咱们现在所说的南园 那个地方 可能就是叫北大园 然而 从李贤夫妇合葬墓出土的文物 以及史性家族的来历 我们不禁感到一丝疑惑 他们为什么会不辞辛苦 从遥远的西方国度 来到中国西北的黄土高原呢 种种迹象是否和固原古城 有着某种联系呢 固原古城 始建于汉代 一直沿用至今 并且在东汉时期 就有了高平第一城之称 经过不断的加修完善 就形成了如今的规模 固原古城 称回字形 由内城和外城构筑而成 那么 固原古城的修建 在当时 是起着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古原古城 古原的古原古城 是形成规模的是明代 其实就在古原原的城叫高平城 高平第一城 高平第一城也可能属于汉代高平第一城 海的高平第一城 内城也有内城可能 海的那个城可能和这个秦长城 肯定有一定的关系 那关系主要是还是以防御为重 九四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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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 应该有着一定的关联 出土的文物以及地理位置 他们推测 顾原在北朝至隋唐的这段时间 在丝绸之路上 还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 古原是丝绸之路的一个必经的要道 那么它处于丝绸之路的东断北道 是离长安非常的近 那么丝绸之路从长安出发 那么要路过古原 这个也是一个民族融合的地方 一个经济 一个交流的一个集散地了 可以说这个是非常 当时也是非常的这样一个繁华的 那么顾原城是西州时期 已经进入了州的实力挽营范围 它已经应该是属于我们中原文化了 所以我们现在博物馆里边 出土的这些文物 就非常有这个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特色 据史料记载 顾原自秦汉以来 就是通往西域的要道 南北朝时期 随着中西方在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上的不断发展 大批外国史节 胡人商贩 佛教信徒往来于这条通道上 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发达 丝绸之路上 商骨络绎不绝 各种西亚中亚的商品 源源不断地流传到中国 顾原作为丝绸之路 关爱要色重镇 发现诸多反映中西文化交流的遗物 也就不难理解了 好了 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 咱们下期再会